你是学金融学的在学校里是吗 对 那你为什么在整个的实习的过程当中 和你刚才的自我介绍的过程当中 我没有看到 听到一点跟金融相关的东西呢 因为我可能本身 不是特别喜欢这个专业 所以当时就是想到我毕业之后 不会去从事这个行业了 所以就没有在这方面去实习 可不可以假设你金融学的不好 不是 我的成绩其实挺高的 我觉得 金融毕竟是现在 毕业生薪酬排第一的行业 可能是因为就是 家长一直想让我学这个 就总是跟你说 总是逼你 然后就会有一点点 小小的逆反心理 那你对金融有过真正的了解吗 有那么多坚持 那么多爱好 有没有对金融专业 真正去了解一下 对 而且刚才 我其实听到了一个词 就是你自己认为 你自己的学习能力很强 对 但是在整个的自我介绍的过程当中 一直到现在为止 你一点都没有提到过你专业方面的知识 所以我们也在考验你 就是你的学习能力到底有多强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先问一下你 你有没有想到他们会质疑这个问题 我没有预料到 但是我其实是发现 我就是自己在说自己的各种能力的时候 并没有非常多的实证 去证明这个事情 但是我平时在工作 然后别人交给我的工作当中 我觉得自己都能很好的完成 你的专业挂科吗 没有 从来没挂过 对 从来没有挂过 虽然不喜欢 但学的还是不错 因为 就是期末考试总是要考的 那这样吧 那这三年学了金融 落下点什么 我觉得其实学习不一定 不光是学习这个内容 也是一种学习方法的获得 你能不能说你对金融不感兴趣 最恨的两点是哪两点呢 他肯定也不恨 他也不讨厌 对 我其实就是 我觉得我的职场规划 可能并不是非常的清晰 只能这样说 那是不是特别听爸妈的话 为了爸妈的话 白学了四年 对 这个金融 这个行业 刚才说的话 和你这个行政来讲 我觉得有时候金融 很可能更好培养一下 因为它有数的层面在里面 你行政的话 造的层面多一点 而且金融这个行业 非常广泛 里面牵涉了很多岗位 对啊 那为什么不对这个行业 进行那么进入深入的了解 然后就断言自己 不喜欢金融了 你刚才讲了 你愿意什么都去尝试 唯独对自己的专业 不去尝试 我觉得你应该借线 庞百彦的那番话 庞百彦说 你是没有规划的人 你没有规划好 自己将来的职业道路 你也没有规划好 今天到这个舞台上 你要表现什么 他其实挺不会表现自己的 明明学了那么多年舞蹈 他跳了一个这样的舞 他明明有那么多份兼职 明明却偏偏说了一个 最有趣的 或者是感觉 印象最深的 你不太会表现自己 来 第二轮选择 去货磊 第二轮选择